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鸽子 发病的第二天了 经过我们的用药之后 现在鸽子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了 说明我们的 初步诊断的结果是一个正确的 所以我们正确用药之后 鸽子也在恢复当中 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 控时的一个阶段 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 鸽子已经两天没有喂食了 问题不大 今天刚刚 所有的鸽子都抓过来 检查了一遍 然后一个消化的问题 基本上是没有了 就是控制了 除了两个鸽子 胀死还比较 严重一点点 但是问题不大 今天的粪便你看 已经全部成型了 就没有那种水便 发生了 虽然有一些还带绿色 但是这个情况也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两天没有给食了 鸽子的 绿便是很正常的 这一个雨点 还有下面那个白头的灰鸽 还有上面这个灰鸽的情况 会比较差一点点 一次生病 我们就能看出我们鸽子的 每个鸽子的 体质怎么样啊 有些鸽子根本上没有病 然后一点影响都没有 肌肉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有些鸽子 现在已经骨瘦如柴了 计划是明天早上 我们来开仓 怎么开仓的话 不能喂太多 只能给一点清除 如果我们明天喂食之后 喂食之后 到明天下午我们再来看 如果鸽子的消化没有问题 没有再出现一个甩食的情况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 控制住了这个病 然后就等他们慢慢的去恢复了 反正我们现在离比赛的时间还很长 鸽子恢复还可以 用了一天半两天的药之后 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是一个负三行引起的 三门四菌引起的 因为昨天前天的时候 刚发病的时候 很多鸽子的刺 双刺有一个下垂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初步诊断是这个病毒 是这个续菌感染 然后用药之后 明显有好转了 现在还有个别的鸽子 等到明天我们开仓之后 喂完之后 然后鸽子的状况很好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 就可以再用一天的药之后 就可以停止了 现在小鸽子也处一个换雨的一个阶段 我们不能用太多的药 免得导致烧条 影响以后的比赛 情况都还可以 只有这个雨点 这个雨点 这个情况比较差一点 体质可能弱一些 你就不打扰他们了 尽量让他们休息吧 现在你看我水也是没有给的 为了保证他们摄入足够的药物 然后我们的水都是控水的 控到一天只给一次水 现在天气比较凉爽嘛 如果你一整天的药都放在那里的话 他们也不会喝 还是要告诫一下我们的新手鸽友啊 我们鸽子生病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哎呀当心我的鸽子饿到了什么的 然后拼命的给他吃 这样 喂食 你不是在帮助他们 而是在害了他们 一定要等他们的树囊里面 全部的食物跟 气体啊水啊排空之后 我们再来喂食 所有的效果 看明天 我们喂食之后 鸽子怎么样了 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大家的光处跟支持 谢谢大家啦